那就可以規避立法院的監督 這就不叫國營企業 這叫民營企業 所以他就說要建立一個 跟台塑良性經濟的雙石化系統 因為過去中游都是做上游 下游也是其他民營廠商 台塑它是逆向整合 台塑以前是做塑膠粒 然後慢慢的往下游 上游 上游 這樣整合 政府就是 當初王友慶要建台塑六慶的時候 就沒有顧慮到這裡 就沒有想說台塑今天會 變成這麼大的一個石化王國 塑膠王國 那現在中游它自己只有上游系統 它沒有下游系統 所以他想說 我來整合自己的下游系統 中下游系統 來跟六慶 跟台塑做一個競爭 那它的最重要的關鍵就在哪裡 它是要外銷 國光石化所增加的產能 全部都是要外銷 如果它不要外銷的話 那它就國營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變民營 它可以自己做中油 自己做中下游 它自己來做一個 自己中油系統的整合就好 因為國營企業 它的油品 這些塑化原料 這些石化原料 都必須要以供應內需為主 剩下的才可以外銷 所以它如果是國營的話 它的產量是要以國內優先 那國內產能已經過剩了 所以如果用國營企業去 蓋國光石化的話 對它的產業發展其實不好 所以它才要規避這個國營 來當作民營 所以它真的是要敗去中國 它不是供應台灣的需求 雙石化系統 那我們現在家裡有比較便宜 都是一樣的貴 那它是分成一期兩期 然後生產240萬噸的儀錫 所以全部是供應國外的 供應中國的 其實就是供應中國的需求 好 那問題就來了 換一個角度來想 核四廠 如果核四的店是要賣去中國 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 換一個命題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核電廠的這些社會成本 災變 留在台灣 然後只是為了要賣電去中國 那現在國光石化同樣的邏輯 它生產出來的這些飲溪 這些塑化原料 全部都是在賣去中國 那為什麼要讓台灣去犧牲 這些土地資源健康 來換取這樣的經濟的意義 所以這個命題一轉換你就更清楚 好 那我們來檢驗一下國光石化 現在兩邊對立 學者、醫界、藝文界、環保團體 還有五萬的聯署支持 來保護師弟來反對國光石化 這一邊有化工系的學者、政府、業者 這些強力的支持就是國光石化 那我們再來檢驗吧 兩邊對立讓我們來檢驗說 雙方的說法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 我們必須要從環境保護面跟經濟發展面來看 看待國光石化發展到底是不是對我們有好處 環境保護面我們在乎的是什麼 兩個 一個叫做土地倫理 一個叫做環境正義 它對土地有什麼影響 從經濟發展面來看 到底對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有沒有幫助 到底台灣未來還是要以高耗能、高排炭的產業發展 還是要潮綠能產業發展 國光石化到底對這個有沒有幫助 然後成本效益 國光石化投資這麼多錢 六千億 它的經濟效益成本到底在哪裡 我想陳其中老師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好 那我們看土地圖地 我們可以看 它在哪邊蓋 在佐水溪口蓋 佐水溪口是什麼 濕地 最大的濕地 河口濕地 跟白海土地 一個重要的棲息地 密濕地 在農域產區 它是台灣的米倉 在這個這麼重要的 濕地 生態環境 跟農域產區 你可以蓋國光石化嗎 這也沒有違反我們的土地倫理 我們土地適合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那我們可以來檢驗 環境遮疫 環境的污染 石化液造成污染是誰受害 人民的健康風險是不是提高 是不是讓這些當地人無法再承受下去 這也是我們可以去檢驗國光石化 氣候變遷 它排放出來二氧化碳 一年一千兩百萬噸的二氧化碳 會不會加重未來的氣候變遷 造成更大自然災難 這誰要來承擔 你可以看 舊環境保護面 你開發一個國光石化 會不會讓整個環境保護這塊系統 全部更惡化 這都是我們可以來看的 所以上個禮拜告訴大家 對白眼球的確影響很大 失地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要透過信頭來買地 所以 國光石化對這一塊是根本是無解的 因為根本就是徹底傷害 米糧濃郁菜品一樣 陳其仲老師告訴大家 這邊的污染 這邊的這些濃郁產損失 的確是很重要 健康風險也是一樣 那我們看 產業面這一部分 產業結構我們在乎的是什麼 你賺了這麼多錢 財富分配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沒有皮膚差距越來越大 他的錢是誰賺走 如果各位沒有買國光石化的股票 你們會因為國光石化去賺錢嗎 如果你們沒有去國光石化工廠上班 你們會因為開發國光石化賺錢嗎 不會 所以錢都被誰賺走了 因為你知道石化業是一個資本密集的產業 它是一投資就是幾千億 一般中小企業拿得出幾千億來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非常大資本龐大的 政治跟社會資本投進去的一個資本密集產業 所以一定會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就業機會 國光石化號稱六千個就業機會 但是只能提供當地一千四百個就業機會 而且是四個鄉鎮 一個鄉鎮平均不到三百 三百多 不到四百人 那你毀掉王公大臣的這些農漁產的就業機會 就不只一千四百個人 兩個鄉就不只一千四百 所以你的就業機會有比較好嗎 你的生活品質有比較好嗎 你在那邊工廠上班 你會比做農漁業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嗎 不一定齁 你的尊嚴 你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些農漁民的生活 他其實是更有尊嚴 那些農漁民七十幾歲還可以每天 駕牛車下去海去賺錢 如果在都市的六七十歲老人 是每天去上醫院去拿健保的錢 就是去拿藥去讓社會負擔健保的錢 所以你看在農漁村這些農漁民 他很老了六七十歲了七八十歲了 還繼續對社會的貢獻那麼高 你們吃的蚵仔煎 你們吃的這些 都是這些老農漁民辛苦去賺來的 成本效益到底附加價值有多少 我們到底是在賺什麼樣的錢 是在賺高污染的辛苦錢 還是要去賺高附加價值的這些經濟效益 那這個GDP到底是真的是 如他們所講的賺那麼多錢 還是社會的GDP去賠進去 也就是說健保生命財產 跟這些社會成本的支出 其實是更多的 我們這個就在檢驗 我要講說 我們要疫苗對不對 疫苗是不是要靠雞蛋去培養 那雞蛋就是要養雞場 那你如果為了要賺疫苗的錢 其實我們只要去買雞蛋就好 我們不需要為了要賺疫苗的錢 去自己去做養雞場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為了要雞蛋然後去蓋養雞場 然後只賣雞蛋 不去做後面的那個疫苗 所以你看疫苗也是養雞產業的一部分 所以我再回到剛剛說 台積電什麼那些有打 它就是雞蛋後面的那個東西 塑化產品的特化 特用化學品 是實化原料的中油下油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 仍然是上油中油 做出塑膠力什麼 距綠以西那些就外向出去了 所以真的那些特用的化學品 還是要從美國日本買鑽力進來 一公斤多少錢 我們賣出去的塑膠力是一公噸多少錢 結果那個是高污染 然後附加價值最低的那一塊 就像我們自己做養雞場來賣雞蛋 我們只賺賣雞蛋的那個錢 但是你的環境成本很高 我們沒有去賺雞蛋到疫苗的那一段 是附加價值最高的 你可能賣一個疫苗賺100塊 你賣一個雞蛋賺3塊5塊 那一段我們沒有去做 你就說因為沒有養雞場 所以沒有疫苗 就像剛剛那個化工學位理事長 因為沒有石化葉 所以沒有台積電 沒有友達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發展石化葉 我們可以發展中下油 而不需要去用上油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去進口那些 或者是自己研發出 這些特用化學品的專利品出來 去賺後面那一段的附加價值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產業鏈結構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來檢驗就是說 我們為了國光石化開發下去 對環境保護的這些影響 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 到底能不能讓我們台灣 能夠持續的永續發展 什麼叫永續發展 滿足這一代的需求 不會掠奪下一代的滿足需求的權利 這是聯合國永續發展我們會定義的 這非常好的一個檢驗的標準 就是我們現在缺國光石化的產能嗎 如果今天我們缺 比如說我們現在出去加油 排隊三個小時交不到油 我們現在買一個塑膠袋很貴 一碗豆漿10塊 結果一個塑膠袋5塊 然後我們去寶特瓶去買那些 飲料20塊 可是寶特瓶一個10塊錢 那當然是 表示這個還是很貴 那表示什麼產能不足 表示這個我們需要更多的這些產能開出來 如果今天國光石化是來補足台灣的產能不足 來提高 來讓我們這些現在的生活品質 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而不是更辛苦的話 那覺得蓋國光石化都還情有可原 就是為了我們自己目前的這些需求 基本上這些民生或工業需求都縮得過去 但是現在國光石化它是新增的產能 它是要外銷出去 它不是為了台灣需求 這就是不符合永續發展的定義 這已經是掠奪到下一代人滿足需求權利 下一代人可能不需要石化業了 結果我們現在去掠奪了佐水吸口實地 污染了農漁產區 讓下一代人水資源不夠 讓農漁產品不夠 讓生態不見 讓生態消失 所以國光石化是從這樣的一個標準檢驗下來 就是一個徹徹底底 不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看的是一個比較長遠 很多人看到只是解決眼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方式來檢驗 所以國光石化要畫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甚至畫一個大喳喳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段影片 我們中間就不下課了 就繼續 這個是上個禮拜 公共電視石化週 一個非常重要的紀錄片 福爾摩殺對福爾摩殺 我大概剪了 因為它整整一個小時 而且非常經典 大家有機會可以上YouTube去看全部的內容 那我這邊剪了大概二十幾分鐘 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從過去的 我們認為史外也很重要 然後看他們當時承諾污染都沒有 然後現在看造成這些後續的影響 我是今天來的目的 就是大家要和台湖瞭解 瞭解就是我們沒有人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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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紀 葡萄牙的水手 在中西太平洋 眺望一座領目蒼蠅的島嶼 他們驚訝 他們驚訝的武漢 伊朗 鳳莫薩 這座美麗的島嶼 逐漸的吸引了西方世界的目光 四百多年之後 福爾摩沙島上成立了一家 以福爾摩沙為名的跨國企業集團 它的經營規模與影響力 超越了島上任何一家的企業 就像一座獨立的王國 台塑集團為了降低建廠用力的成本 大多是選擇低度開發的農業區 目前各廠區周邊的居民仍然表示 但是那是當年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後面這樣黑炎 那些人都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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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炎 黑炎 何老先生回想 當時強行徵收土地的過程 仍然憤憤不平 所以我想說 要到這座的地上 然後這座裡 在這座裡 是那座 他說 裡面有 人家有 他óóóóó 那裡有 他那個人說 有 人家可以 親身